那么再按A键来变身龙卷迪迦 订阅金法哥带你开箱更多玩具 哈喽大家好 我是金法 今天我也来开箱的 就是跟后面的盖亚类似相似度的玩具 就是这个 黑暗迪迦神光棒的啦 也是一样是中国万代出的 但不同的就是呢 跟这个盖亚不一样 没有软胶也没有这个卡片啦 为什么我买的不是那个光明迪迦复合的 那个神光棒 而是买这个黑暗迪迦的嘞 说实话 只要你有看过以前的影片的话 就知道我是有这个特利家的 这个形态密钥啦 所以呢 我就更没有理由要买那个黄色的神光棒啦 就刚好这个黑色的神光棒 也有这样的中国版的 所以就买这个是更好的咯 反正它的闪耀迪迦也是不一样的音效嘛 那么除了闪耀迪迦之外呢 龙卷爆裂黑暗的变身音效也是完全没有的啦 所以买这个是刚刚好的了 好那么呢就看看这个包装外表吧 变身为黑暗迪迦 黑暗迪迦神光棒 这个整个迪迦的这个外表 就是说虽然它是只是同模幻色而已 但是两个那个什么 两个迪迦不一样颜色而已的迪迦 这样子看上去可是那个感觉是真的不一样的 嗯 如果要说复合迪迦是帅气跟最美的话 那么这个黑暗迪迦就是英俊潇洒啦 那么的话呢上面就是这个样啦 就很可惜它的这些包装没有像有带软胶的这种有招完全部的那个形态啦 这边就是这样的 龙卷迪迦 暴力迪迦 复合迪迦 闪耀迪迦 再按回去的话 按多一次就是这个黑暗迪迦 嗯 然后呢就是纽扩电池已经是自带的了 然后呢这个如果有看到的话就是有Bandai Namco 这个呢是2022年再版的啦 就是跟那个这种系列的复合迪迦神光棒 那个黄色神光棒应该是一起出的啦 嗯 那个光明迪迦的神光棒是新出的 可是这个就再版咯 哎呀 那么就不要废话那么多 内容物就只有这一个而已啦 这个是最简单粗暴的系列啦 打开来的话就是也是一点困难 哎 哇 哇 整体拿来手上就是很小一个 拿来手上就是很小一个啦 这样子了 这样子的啦 就是跟盖亚的这个拿起来 盖亚的这个我这样子拿 至少我的四只手是刚刚好的 还是有一点点紧啦 嗯 至少是还符合我的手型 但是这个黑暗底夹 这个底夹类还有带拿的 我看到就比较小了 就是小孩子的手型这样 那么就不废话了 那么呢就赶紧来听它的音效吧 在听之前这样看多一眼 就是比起这个UR25周年 除了这个没有还原以外 其他的都应该还原了 当然我没有亲眼看过和摸过 所以呢 怎么样的还原不还原 我也是不会对比啦 这个声音就比Gaiya大很多啦 因为它的这个 整个喇叭都是在这个下面的了 Gaiya的就是那一点点位置而已 所以整体就很多一下咯 然后有一个小彩蛋的 一个小彩蛋的算是bug玩法吧 变身之前竟然可以叫声 真牛逼 哎呀这个感觉也是 弹开来的一瞬间 整个会震的 整个颜色也是蛮美的 左边A键右边B键 那么来变身吧 就直接变成我们的黑暗迪迦 他的B键有那个 有那个什么 就是有声音 这个黑暗迪迦的这个 黑暗迪迦的这个必杀机呢 就是银河里面的那个 银河的那个手里剑那边呢 就是银河里面登场的黑暗迪迦的 短暗是叫声 长暗就是必杀机 听我意思 声音很大声 我应该就不用拿到很近了 那么再按这个A键来变身 龙卷迪迦 这个龙卷迪迦的变身音效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 达拉姆的必杀机 因为它就是因为 是那个达拉姆的必杀机 打到它才变身这样子的嘛 而且它又没有放完整的 它就是放达拉姆的变身音效 必杀音效 这边的三句有两句 在那个密钥里面都有 但是就是 有一句是密钥里面没有的 这一句咯 这个很像是词别的声音 然后我按到A键变身 暴力迪迦了 不过它的必杀机 那个迪拉姆光流 就是一样的啦 跟那个普通迪迦一样 就是可惜的一点就是它的龙卷形态的迪拉姆光流 就是跟剧中完全不一样啦 就是它在剧中搓成球的那个时候是用叮的一个音效 可是它这个玩具做出来的就是跟那个 TV的强力行是一样的啦 就一点偷懒 OK 那么我们再变成这个闪耀迪迦 不是闪耀迪迦啦 复合迪迦 这个复合迪迦叻就是最不还原啦 因为在剧中 剧场版里面从爆裂迪迦变成 转换成复合迪迦 不是这个音效的好吗 这个是大鼓直接变身器来变那个复合迪迦的音效 就这个有一点没有办法咯 它没有做出来 所以叫声都是一样咯 这个披萨迦再配利尔光线就跟我的密尤一样了 啊 啊 最怀念的这一句了 这个音效最怀念了 那个轻轻的那个声音 就是它在有那个 好像有风的那个音效 然后在剧中就听不出来咯 哼 啊 这个软件才是真正剧场版的闪耀形态嘛 它的那个吊牌照那个 那个TV的就一点不符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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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必杀技也是跟那个密尤不一样的 还有那个光明的神光棒的必杀技和变身音效的闪耀迪迦都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最好不过的了 啊 有分辨出来也是最好的 那么这个闪耀迪迦的必杀技在听的意思啊 个才有点噪音 就是这样的啦 这个基本上就是整个变身器的整体玩法 这是一个顺序玩法 再按多一下呢 诶 诶 按多一下又变回闪耀迪迦啦 啊 这个也是跟那个钙鸭的一样 你没有什么去动它 它就会闪红灯 然后你按什么东西都 它就会 在唤醒状态啦 总体来讲咧 这个黑暗迪迦的变身器 不管是UR还是这个都好啦 有 两个缺点 一个缺点 它只能够顺序玩法 如果你要听暴力迪迦的音效 你就只能顺序玩法咯 先变黑暗 再来变龙卷 最后变那个暴力啦 第二个不好的点就是它的第一复合形态 它是用变身的 这是偷懒一点哦 这个25座年版本我是不懂啦 总之咧 这个国代版这个中国版的啦 就比较偷懒一点哦 它不是最终呢 是暴力迪迦转换成这个 复合迪迦啦 而是这个 TV大鼓变身复合迪迦的这个音效啦 不过值得一说的就是啊 它的闪耀迪迦是最好的咯 跟密钥是不一样的 好啦今天的这个 黑暗迪迦神光棒的变身器影片 就到这里结束啦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点赞,订阅,分享,订阅,不要忘记 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也记得去我一旺的看下影片看看哦 有可能会有你兴趣的玩具 那么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by bwd6